大家好我是封信哲 我这两个大缸子里面 今天没有种别的 就种了几颗南瓜 今天早上终于看到有一朵熊花又开了 这种花后面没有南瓜小宝宝的 就是熊花 把它摘下来 用中间的这个花柱去给雌花受粉去 这儿还有一朵开了 哎呦 往天不开的时候 光开雌花不开熊花 今天早上又开了两朵 看这个 这个就是南瓜的雌花 后面有一个南瓜宝宝的 这个是熊花 后面没有南瓜 这是熊花的柱头 把外面的花瓣去掉 然后在这个雌花的花雨上面扫一扫 把这个花粉给它蹭到这个花蕊上面去 如果是天气不好要下雨的话就拿个叶子给它盖起来 不要让雨水进去 如果雨水跑进去了 这朵南瓜花就受不上粉 这样子把熊花的花粉给它抹到雌花的花蕊中间 就算给它受粉了 受粉之后就会发现 这个南瓜一天比一天大 像这下面有两个就是没有受粉的 之前几天只开了雌花没有开熊花 所以说就没法受粉 然后这个南瓜的话它就一直不长 它慢慢的就会黄掉 然后化瓜 再过个两三天三四天的话就会像下面这个一样 黄掉了 这个黄掉的它就是化瓜了 坐不住 早点把它给救掉 免得消耗营养 这个也是都两三天了还是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长 所以就早点把它给揪掉 避免消耗营养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我跟你们说要早起的人才有南瓜吃 种南瓜是必须要受粉的 像我们这种在比较高的楼层种植的 如果不去人工受粉的话 基本上是吃不成南瓜的 就是依靠蜜蜂来给它们受粉的话 能够接成的南瓜非常的少 可能接十个南瓜就有八个南瓜会化掉 像昨天的话我就来的比较晚 已经九点多快十点了 也是看到有一朵熊花开了 但是摘下来之后那个熊花的花粉已经没有了 都被蜜蜂给踩走了 今天早上就稍微来的早一点 七点就来了 今天这朵应该能够收粉成功 这是种在大缸子里面的一颗绿板蜜南瓜 到现在为止也是开了四朵瓷花 但是之前的两朵都没有熊花瘦粉 最顶上这朵就是昨天开的 那个花粉都被蜜蜂踩走了 所以这朵花可能也是瘦不上粉的 这个是前天瘦的粉 感觉好像长大了一点 应该是瘦粉成功了 这两个是没有瘦上粉的 好几天了都是这么大 一点都不长 这个瘦上粉的明显就长大了一些 这种在慢慢的长大的就是瘦上粉的 这种一直都不长的就是没瘦上粉的 看这是今天早上 摘掉的没有瘦上粉的小南瓜 总共是六个 我之前好像还剪掉了两个 南瓜一般是先开瓷花后开熊花的 前面几个开的瓷花没有熊花瘦粉的话 都是长不大做不住瓜的 慢慢的就这样子 黄掉然后就烂掉了 勤劳的密封 好了这些的视频就这样咯 像我这样子在楼顶种植南瓜的朋友 一定要早起哦 不要贪睡 贪睡的话就有可能吃不上南瓜了 好了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